美国拒绝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台湾尴尬回应 消息称 针对近来美国政府官网上移除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仪式 被提名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董云长称 美国政策上不在政府官网上展示中华民国国旗 因为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董云长的提名举行听证会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院卢比奥拿出国务院领务局网页上 有中华民国国旗和没有国旗的网页截图询问董云上 是否知道这个国旗被移除的过程 董云上称 我知道这件事 那是领务局推出的一个关于旅行建议的网页 经由一个我们办公室为经手的合同所做的 这个新版推出后 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我们不承认中华民国国旗 我们与它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我们的政策是不在美国政府正式官网上显示中华民国国旗 对此 台湾方面表示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 这是客观的事实与现状 政府会维持此一现状 也会捍卫民主价值与人民的生活方式 同时指出 注意到董云长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提名听证会的发言 台美关系近年来有长组发展 这是多年来基于台湾关系法所获制的成果 目前台美双方在国防、经贸、区域安全、国际空间等领域上的合作 也持续展现台美关系的密切友好 以及双方合作的实质多元 相信未来双方会持续秉持台湾关系法 发展更为强健的双边关系 再已经一转移